這個 所以當一個訊息在神經纖維上面 做傳遞這個動作的時候 神經纖維並不是 一口氣讓整個 所有神經纖維的 細胞膜表面同步發生變化 它有一點是去虛間進的 就是先從 比如說訊號假設 現在是從左邊進來右邊出去 從左邊進來右邊出去 所以這個時候 只有在比較前段的 神經纖維的細胞膜上面 會先發生去激化的現象 而去激化的關鍵 是因為 當一個刺激發生的時候 那通道會先打開 那那通道打開 就可以使得原本 那個鈉離子外高 內低有了一個平衡的機會 然後 所以那通管道打開之後 鈉離子本來細胞外濃度高於裡面 所以這時候呢 它的流動方向是下內 那因為它帶著正片進來 所以這時候呢 就會去抵消掉細胞裡面 相對比較多的復電 而且最後等到它 這個一口氣 太陽流入的過程當中 甚至於會讓這個整個 原本外正內附的這個分部狀態 完全顛倒過來 就變成是內正而外附 而就是細胞裡面的正電 會遠比負電還要來得多 那因為那些正電跑進來了 所以這樣就顛倒過來了 細胞外相對來講反而是負電比較多 所以現在的狀況是 摩電位變成是內正外附的狀態 這成為去極化 所以如果你現在呢 假設原本有一個正極負極 然後我們去測它的摩電位的話 你這時候呢 就會測到摩電位的變化變得是正的 這樣你看好了 好 所以可是問題是 以神經元來說的話呢 現在這個神經元的訊號傳遞是由左往右 那你現在也不過就是在 比較前面的地方發生的去極化 後面本來看似是沒有事情 結果我們發現呢 剛前面的神經纖維上面 正在發生電解質流動的時候呢 隔壁 假設一開始只有前面的第一段 結果第二段呢 他感受到前面這段發生電解質流動 摩電位有變化的時候呢 隔壁的這個地方的納通道 好 緊接著也跟著打開 這邊OK齁 所以後面是感受到前面的摩電會發生失衡的 所以緊接著這邊也開始 那後面打開大量的納離子開始流入 你看看 所以等到納離子流入的量夠多的時候 這時候基本上又會導致這邊發生新的去極化 可是這個時候已經移到哪裡了 從原本比較前面的這一段 那現在已經發生到下一段落去了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四一個段落 有機會感受到前面的神經纖維上面發生的電解質流動 所以當他感受到前面的電解質流動 所造成的電位變化的時候 他會跟著發生相同的事情 所以現在整個電解質的流動就從 如果因為現在是同一條神經纖維 我們只幫他做分解動作嘛 所以等於是一開始是這一段先發生 後來呢移到下一段 然後緊接著他會再移到下一段 如果你回到神經纖維再看的話呢 現在訊號是從左邊進來右邊出去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沿著神經纖維持續性的發生這個現象的話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種傳遞訊號的技巧 你看也是用電的變化 可是跟一般的金屬導線傳達訊息的方式不太一樣 一般的導線那個電的流動基本上是靠電子 那我們這個地方靠的是電解質的流動 而且他是在細胞母上面進出 不是沿著纖維內的細胞質在流動的 所以跟導線的流動性質基本上還是不同 這樣有沒有好 那現在回過頭來 這個地方他發生的電解質流動 導致了下一段落跟他發生相同的事情 那麼這一段發生去極化代表是施呢? 如果我等一下希望這個地方重新擁有傳遞訊息的能力的話 那我應該要想辦法讓他回復到外陣內的 沒錯齁 所以接下來我怎麼樣讓那個正電變得外面比較多 然後裡面比較少 可以聽一點嗎?好 剛剛講三個女書在排那個 納通道、甲通道、納甲方符 對不對? 納通道早一步先開啟 早是正電流入 對不對?所以現在還有兩個選擇 好 第一個是什麼? 納甲方符 納甲方符的話 他的工作方向是把納離子流出去 而且因為納離子進來了 所以合理來說 我如果能夠啟動納甲方符的話 納甲方符應該會幫我們把這些流入的納離子 重新丟回去 對不對? 這樣齁 可是還有一個更快的部分 你現在這時候 只要讓 同樣臉 你去留意一下剛剛那個甲離子濃度 剛剛提供給你那個數字的什麼 就是讓你知道那個濃度的差距很大 其實現在還有另外一個更快的省能量的做法 你可以先用甲離子流失 你如果把甲通道打開 這時候 甲離子相對於外面來講 有非常好的濃度優勢 你用一個能量都不用消耗的情況之下 甲離子就在那邊增電出去 這一步會更快 你看 比你納甲方符的工作效率還要來快 所以 如果你現在純粹從電底把這個甲遮掉 你純粹只是從電的角度來看的話 要最快恢復外症內附的方法 事實上是讓甲離子流失 不是靠那甲方符的工作 你看齁 所以隨著甲離子大量流失之後 很快的細胞外又重新回復成 細胞外墊位高 然後細胞內墊位低 然後細胞內墊位低 好 當初提來的 這一個方法它比較有效率 可是這個方法會留下一個非常明顯的缺點 剛剛 納離子流入 現在細胞內的納離子變得比外面多 然後 我們利用甲離子的流失 把正電帶出去 所以現在電腦過來了 甲離子變成細胞外比較多 納離子變成細胞內比較多 所以 留下來的一個 要解決的 後續的問題是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把納甲 適當地對調一下 對不對 所以 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如果只是表面去測它的 摩電位變化 真的會發現 欸 又重新回復到外增內圖了 但事實上對細胞來說的話呢 它第一時間是先讓 甲離子通道先打開 用甲離子帶著正電出去 但接下來它一定得再多做一件事情 趕快去把納離子給送出去 然後把甲離子給送回來 但這個步驟基本上呢 一定要 透過能量消耗的方法 所以 甲離子通道的開啟的步驟會比較早 所以甲離子通道開啟的時候 正電先出去 緊接著沒多久之後 納甲讓骨根障礙 趕快將納甲的位置對調一下 OK 所以等到它們兩個合作 不只是讓摩電位重新回復到外增內部 而且還讓納離子 甲離子有正確的位置 就是納要在外面比較多 甲要在裡面比較多 所以等到這些 要重新再度回復到平衡 就是這個時候了 這個時候呢 這一段 就會真正 擁有再次傳遞訊息的能力了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過程 叫做再極化 所以在極化的初期 在極化的初期 應該只有甲離子通道打開 那在極化 甲離子通道打開之後 納甲讓子要緊接著跟上來開始工作 否則的話 你很難重新擁有那個條件 不要忘記了 如果它要再次傳達訊息的話 那必須在細胞外累積足夠的納離子的濃度 那才有辦法去發生去極化 對不對 所以 納甲邦普的角色仍然很重要 但是以動作的順序來說的話 在極化的過程當中 甲通道的反應應該會早 早比那個納甲邦普還要在這上 因為差不多比較快 因為甲離子有非常好的濃度優勢 然後利用電力擴散 那個流動的效率 實際上 比你甲 納甲邦普的工作來講 會更快的讓我們政變出去 那所以這個做法 是有必要的看起來 不然它還是現實 所以現在呢 第一段發生的去極化 導致的第二段跟著發生去極化 然後第二段發生去極化之後呢 它會導致隔壁第三段再發生去極化 所以這一段等一下要發生什麼事情 它的下一步就是 這一段要回復到極化的階段 所以這裡也是一樣 它等一下呢 甲通道會打開 所以讓政變開始流出 然後納甲邦普重新對調 納甲跟甲的位置 所以沿著細胞膜 這樣的發展下去 你可能會覺得這樣 我們用講的很慢 但事實上 整個神經纖維上面呢 這種膜電位 一段一段感應下去的速度呢 初步估計大概每秒可100公尺 應該恐龍都夠用的 好 如果OK的話 接下來看280頁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再套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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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280 頁這個地方 我分兩次 等一下我先插掉一次 這個膜電位變化呢 剛講 以神經元的靜止膜電位差不多在-70 左右 所以如果現在有一個神經纖維 它是處於不工作 沒有傳達續機的時候 那它的膜電位應該是穩定的 然後所以伴隨著剛講的 假設現在它的通道打開 納離子開始流入的時候 那它的膜電位應該會持續往上升 因為我們看 這個電位基本上指的是 細胞內的膜電位的動態 從原本的-70 左右 然後現在正電進來 抵消掉細胞內的負電 對不對 所以細胞內的 這些地方的話 我們要這個地方重新再換一次 所以 它電位應該會隨著正電進來之後 慢慢的變得比較不負 對吧 所以如果現在大離子系來越多 那麼它的膜電位的上升浮流就越多 然後呢 所以從很負電 變得很不負電 然後這時候到底能夠一口氣衝到哪裡呢 那最後還會跨過0 那就是正負電有機會抵消掉之後呢 還會再繼續衝上去 衝上去這個頂點呢 大約是正35 好 這個都是參考數字 你不用去背 你只要知道 它為什麼最後真的可以 在去極化的時候 整個變成是內陣外負 真的是可以變成內陣外負 所以去極化的這個過程當中 它一路 膜電位的變化是上升的 那所以再極化呢 等到甲離子流出的時候 正電再度的出去 所以呢 細胞內的正電是不是開始變長 OK 所以現在正電變長 少到少 少到現在呢 等到那個 這個西胞內的負電又比正電多的時候 就是要正常地理一下 那我們的目標理論上是應該要讓它 倒數70 可是因為你 這是再極化 下坡這段是再極化 上坡的這一段是去極化 但去極化的主要的發生關鍵 只有納通道自己打開的狀況而已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納通道打開 納離子流入 可是等到我要做下坡這個動作的時候 一開始 甲通道打開 正電線流出 可是我講 後來基本上 納甲幫浦要趕快跟上來 因為如果沒有它幫助的話 納甲的位置會完全顛倒 你看喔 所以這個神經纖維 基本上它沒有辦法再次傳達訊息 你看好 所以 當納甲幫浦進來之後 一切狀況就很亂了 你看喔 甲離子通道讓甲離子進來 就出去 對不起 甲離子通道讓甲離子出去 然後同一個時間 假設納甲幫浦又把納甲的位置對調 所以這樣進出之間 到底是多少正面出去 多少正面回來 這是很難做的 所以通常這個下坡呢 就常常會有一種那個調整上 沒有辦法一次到位 就是剛好下坡一到負七時 直接呈現那個平衡 平衡 就是讓它維持水平 有時候呢 常常會調整過頭 就是調整過低 然後再把它想辦法拉回到水平 因為甲離子的流失 萬一那個門關的太慢 你可能會正電過量流失 正電過量流失 它就會衍生一個小小的 另外一個方向的失去平衡 叫做過激化 比平常的靜止摩電位的水準 還要低的摩電位 你看 這是通常是甲離子的過度流失 所造成的現象 但你可以把它想像成那個門 沒有即時關閉 所以不用擔心 反正 終究門還是會關 那假如我們還是會把這個摩電位 拉回到靜止摩電位的水準 這樣你看齁 所以比較實際我們去看細節的時候 整個神經纖維上面摩電位的變化過程當中 其實應該會有三個階段 去極化 再極化 這兩個是主要的 那再極化的過程 可能會延伸一個小小的失衡 就是過極化現象 好 這樣子三個的齁 好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 再去看那個 你看280頁的那個圖 有一個第二個步驟 它給了一個比較短的爬坡 所以要先整 另外解釋這塊的問題 這是去極化沒有問題 這是去極化沒有問題 這是在極化沒有問題 這是過極化 OK 假設這個理經是事實 也就表示 納離子一開始要進來的時候 似乎不是很有效率 你看到這個爬坡嗎 這個爬坡跟後來的那一段 這一段是正電好像突然間瞬間 好像洪水一樣流入一樣 這一段就好像那個水是慢慢流的 因為它的正電的增加的幅度是有 對不對 可是速率是很緩慢 造成這個關鍵是在於 假設我們用一個比率來說 我現在呢 這邊有很多的 假設我現在細胞膜上面有很多的納通道 它一開始的時候 開啟的納通道數目可能很少 紅色表示 假設黃色表示是已經打開的納通道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發現 如果這個訊號剛進來的初期 它不會第一時間 所有的納通道都打開 它只會把部分的納通道打開 導致一件事情 你的通過的管道比較少 所以納離子 只有經過這些打開的通道 它才會進來 所以因為我一開始的時候呢 只有少量的 一開始只有少量的通道開啟 然後所以使得納離子的 它會表示納離子的流動速率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是很慢 你看這個爬坡的時候 波度很緩 可是 他們在測量的時候發現 怎麼每次好像 當一開始的時候 上電的累積速率真的很慢 但是只要你能夠讓它跨到一個 累積的幅度的時候呢 突然間整個摩電溫的變化 就好像爆蟲一樣迅速的爬上去 而且這一段呢 基本上是無法阻止的 所以前面的幾個納通道的開啟 似乎有利於其他的納通道也跟著一起開啟 所以原來納通道基本上不是頭部開啟的 它是有按步驟的 然後所以初期的時候開啟的數量上 所以可以先讓部分的納離子先進來 然後去累積 累積一定程度的摩電位的變化 等到這個摩電位的變化呢 達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呢 突然之間所有的納通道真的全部打開 然後這個時候呢 納離子進來相對管道是暢通的 所以呢 這時候大量的正電快速流入 整個摩電位直接爆出上去 一路通道定點 這段的過程是無法阻止的 為什麼講無法阻止呢 因為他們在去做其他的研究發現 你這一段如果沒有辦法跨過那一段門檻的時候 很有可能會導致一個變化 就是摩電位的變化可能會被拉回來 虛想平衡 所以原來摩電位的變化 或者是它的離子和開啟 其實它是有一個那個限制條件 你如果今天想要產生一個神經衝動 就是一個有效的訊號的傳遞的話 你在一開始的時候的摩電位變化 必須要跨過一個門檻 這個門檻 我們稱之為禦止 這是臨界值的意思 因為神經衝動要發生的時候呢 它有一個臨界值在 你必須在初期所累積的正電流入 要跨過那個門檻 如果你有跨過那個門檻 之後會引發所有的通道 那通道全面開啟 這個時候正電的流入 會完全 就是以一個最快的速率 速率呢大量進來 直接讓摩電位的變化真的衝向0到正 然後這段是無法阻止的 可是反過來說 如果你現在累積的正電的變化 沒有辦法跨過這個門檻的話 會因為那甲幫提早開始工作 整個幫你把摩電位重新拉回到哪裡 禁止摩電位 好 所以這兩個狀況到底要怎麼解釋呢 差別在於 比如說 有沒有人 你幫我去測一個 我是做不出來的 你講說的觸覺很靈敏 所以用一個假設的方式 因為我做不到那個人 所以你現在呢 比有碰觸到你的皮膚 但是你沒有感受到碰觸 聽不聽我意思嗎 你有碰觸皮膚 刺激叫讚 讚 但是你沒有感受到觸覺 對 就表示神經根本沒有辦法 把這個訊號傳給大腦去解 其實有一個更狠的來 可是因為很痛苦 叫做痛絕 這樣會不會痛 不會 這樣會不會痛 所以這樣會不會痛 會這樣插到這麼深就會痛了 這樣子可以想像嗎 所以就是說 當你那個刺激 當你那個刺激的產生 沒有辦法讓那通道開啟的樹木 累積足夠的正電進來的情況之下 這個刺激當然在 但是神經不會幫你傳遞下去 所以它會發生像這樣的狀況 它一開始真的有摩電位的變化 可是因為未打能坎 所以到時候納甲幫骨開始工作之後 它就幫你把那個電解石重新回復平衡 所以這件事情好像就沒發生過了 所以刺激在不讚 讚 虛擾傳了沒 沒 你看齁 所以紅色的這條線才是 就是我現在累積的正電流入的量 已經足以跨過門檻 所以刺激在不讚 讚 訊號有沒有 神經有辦法幫你傳下去 有沒有 聽懂嗎 所以就真的感受到痛了 OK 那個時候就真的 代表這個訊息正式產生 OK 所以當一個訊息真正產生的時候 我們就成為這是一個神經衝動 所以神經衝動它是在描述 神經纖維上面所發生的一連串的電解石流動 也就是說它現在真的在幫你傳達訊息 你看 所以如果說這個地方 納比子進來的幅度不足 納比子進來的幅度不足的話 它很快的又會回復到極化的階段 這個事情是可能會發生的 刺激在 但虛擾不見的傳得下去 你看 好 那這個門檻到底要多少 我得讓多少的正電進來 才有辦法跨過這個門檻 以神經元來說的話 這個地方差不多在-15左右 那這幾個參考數字 純參考 -70是神經元的那個靜止度電位 預值大概在-15左右 然後呢 跨過門檻 假設神經衝動包裝上去的時候 這個地方叫做動作電位 神經衝動確定發生的 動作電位呢 差不多在正35層 這幾個都是參考 因為每一個細胞的狀況可能不一樣 OK啊 但重要的是那個概念 它衝上去之後會直接衝到頂點 這中間很難有事情在阻止它 一旦你所有納通道開啟的情況之下 納比子會全力流入 所以這時候呢 就算你關門了 基本上早就有都 都是已經划過正了 這樣 OK嗎 好 然後再來 這個浴質基本上 我們先這個 這個先不談 至少談這個 你一定可以感受得到 就是浴質基本上那個門檻是會發生改變的 一般來說的話 溫度越高 蛋白質的活性離度上越高 假設在合理溫度範圍裡面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發燒的時候 我們所有你們講過這裡 你發燒的時候 你比較能夠去感受到你的肌肉有活動 而且不小心呢 肌肉活動就可以引發痛絕 因為你會覺得肌肉有活動 然後就產生酸痛感 酸痛喔 就表示痛絕 你有沒有真的受傷 沒有 可是痛絕那個刺激有在傳遞 就是因為那個門檻 其實是一個可變化的 當你在發燒的過程當中呢 假設原來這個痛絕神經的鬱子這麼高 那因為你現在身體很發燒 所以那個門檻就調降了 然後你的肌肉在活動 結果因為你肌肉活動的過程當中 你已經有到隔壁的鄰居神經源 所以神經源呢 只是因為你肌肉活動 然後不小心讓它開始呢 納痛到難胎 然後納粒子開始流入病 純粹因為肌肉活動不小心 然後那個痛絕神經就跨過鬱子 然後所以就直接衝上去 沒有受它嗎 你在身體沒有受它嗎 純粹就是發燒 你會發現 你發燒的時候 你連那個皮膚有沒有 有時候那個連皮膚那個 對於某一些感覺特別敏感 好 好 對不起 這樣不能就被發燒 反正想說把你去發燒一次 所以鬱子是可能會變動的 好 然後所以接下來 先看這段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摩電位的變化 基本上它經歷了三個基本的階段 先看這三個基本的階段 就是從靜止摩電位 當神經衝動確定開始要發生的時候 它會有一段散播 這個是去極化的過程 緊接著要拉回到平衡的過程 這樣再極化 不小心拉過頭的就是過極化 OK嗎 然後接下來就是去極化這個過程 它有兩個階段 這是第一段 第一段是正電累積的時期 納離子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通道開啟的數目太少 所以開啟的通道數目太少 正電流入就沒有效率 但是只要你能夠累積到 足夠的正電的上升的幅度之後 那這時候呢 所有的通道會全面性的開啟 讓納離子全力的衝動 所以這段過程呢 就是去極化的報酬時期 然後到這段基本上呢 你就阻止不了 那前面的話 是有機會拉回平的 就是萬一你沒有跨過門檻 是有可能拉回來的 然後跨過門檻之後 你知道通道打開 通道關閉 事實上呢 其實早就拉在納離子進來 早就正電特已經變成是 所以這段的細胞內比細胞外多 這段 好 所以你看那個步驟 它發的比較細 但它實際上的觀念就是這樣 這邊有什麼問題 然後接下來看281頁右邊 一堆解釋名詞 這些名詞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懂 因為這些名詞都牽涉到相關的 概念 所以幾乎大部分 我們剛剛有說已經講過了 然後第八則要特別提一下 所以你看喔 所以你看 所以假設我本來通道的數目呢 假設100個 然後一開始只開啟了5到10個 結果那5到10個可能會引起後面再開個20個 開個30個 然後之後呢 接下來整個100個全部都打開 所以它那個通道的開啟基本上有一個關鍵就是說 一開始的時候 真的之後比較少的通道打開 所以一開始的正面的流入就非常沒有效率 然後只有少量的納離子在流入 可是因為這些少量的納離子流入的貢獻或者是累積效應 然後當它跨過門檻 當摩電位的變化 當摩電位的變化達到預子的時候 會引發通道的全面開啟 當摩電位的變化達到預子的時候 會引發通道的全面開啟 所以這時候納離子會以最大速率來流入 所以我們把這個現象稱為正回饋 因為正電讓摩電位上升 對不對 正電的流入讓摩電位上升 而那個前面累積的這邊的摩電位對後面 前面累積的摩電位的變化對後面是有意義的 只要你前面的累積的摩電位變化 能夠跨過這個門檻 後面會造成更強的這個摩電位的改變 所以這個現象 我們的稱為叫正回饋效應 所以他會去看說 神經纖維細胞某上面的這些通道 應該不會是同時間全部開啟 它可能有開啟的順序 而且目前從這樣的摩電位的測量來說 它初期的時候開啟的通道數目相對佔的比例是比較低 但它所帶來的正電的流入 有利於讓其他的通道也跟著開啟 所以你必須要等到其他的通道也跟著同步開啟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才會有大量正電流入 表示摩電位的變化 一口氣衝到動作電位 所以一旦動作電位產生 動作電位產生就表示 這是一個有效的刺激 所以反過來說 如果你現在這個摩電位的變化 沒有達到動作電位 它很有可能就是一個無效的刺激 剛才講的 你現在 其實那個刺激你最常確定它是存在 但是神經元根本沒有辦法 你把這個訊號傳回來 好啦 最冷的一段 豬 豬 豬 再來 哪裡 哦 出題 OK 那個就是第八點的正回饋效應 好啦 再解決一個東西 然後再一起想 然後所以接下來就會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282頁的這張圖 右邊不要小看這張小小的圖 非常常好 因為神經元的運作裡面有一個 比較有趣的特質 我再這邊來 是一部方面的主題 一周 兩周 劉運作 一代 全 sermon 先les 放遍 如果我们把刺激的强度跟磨电位的变换来做一个两相比较的时候呢 假设第一次我们给他一个很微弱的刺激 诶 这时候呢 引发了一个磨电位的变化 那如果假设预值在这个地方 所以因为当你刺激太多 磨电位有没有变化?有 但是它累积的磨电位的上升幅度会打很坎 所以这一切刺激曾经存在 但讯号不会帮你传下去 接下来我们再用一个更强一点点的刺激 然后有可能再引发新的一波的磨电位的变化 算我用这边的组好了 第二次呢 我再给他强一点的刺激 诶 这时候呢 他的磨电位的变化还是没有让他跨过玉子 所以刺激就在 去他传下去的没 神经创造仍然没有发生 好 啊所以假设呢 这样的刺激的强度就够了 何谓够的呢 就是他所造成的磨电位的变化 可以让他达到玉子的阶段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直接冲上去 然后接下来会再次换一个构想回复平 有没有 好 接下来问题来了 如果你现在 假设这样的刺激强度已经够了 就这一针戳下去 戳深度一公分已经够了 所以拿十根针再戳下去 这个刺激强度一样会很痛 那有没有更痛 有 可是事实上对神经元来说 这个讯号的传递方式完全一模一样 这个刺激的强度绝对比他强 应该还是会让他达到玉子 那当你去观察神经元的动作方式的时候 会发现他的磨电会变化的 那只会冲到这个地方 然后就下来 所以只要你的刺激强度满足玉子 这个神经冲动动作电位就会产生 那动作电位产生 它会达到神经元自己 有办法让电解值一口气冲进来的那个量 那是他的极限 所以不会再因为你的刺激更强 动作电位 那个山头的高度就再更高 那能耳朵咧 所以我们把这个现象叫做全有全无虑 如果你的刺激强度不够高 你只会引发磨电位的微小变化 但不会产生动作电位 如果你的刺激的强度够强 那么就会引发动作电位 但是动作电位产生之后 刺激强度再变强也没有用了 你的动作电位还是只有这么高 所以神经元只有两个原则 以门槛来讲 你跨过门槛的磨电位变化 OK 我就产生动作电位 你的刺激如果没有办法在磨电位 跨过门槛 OK 这个讯筒我就不帮你传下去 所以叫全有全无虑 要么就传递讯息 要么就不传递讯息 OK 不在于你的刺激的强弱 你的刺激的强弱本身只有一个门槛值 就是预知 刺激的强弱完全以预知来看看 你跨过门槛我就帮你传下去 没跨过门槛我就不帮你传下去 这个现象叫做全有全无虑 这样 好 所以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有一点痛跟很痛 可是反而有问题 你到底有多少个神经元同时受到刺激 那个概念跟那个肌肉很像 对不对 肌肉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以前讲过 同一条肌纤维 如果它要产生收缩的动作的时候 整条肌纤维上面所有的肌小结 全部都会动作 可是我今天我可以这一趟肌纤维有动作 隔壁的邻居的这一趟肌纤维有动作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肌肉收缩的力量 同样的 你那个感受到很痛跟不是很痛 有点痛跟不太痛 好 那一种其实也是 你那个受到那个刺激接受的那个 有多少的那个痛觉神经 所以由它们整合之后传过来的讯息 会提醒你那个刺激的强弱 但是以单一条神经纤维来讲 你就是只有传或不传的问题而已 所以肌纤维跟神经元都有全有全无虑这个现象 这张图很重要 虽然图是小了一点 但是反而就是在谈那个磨电位变化的时候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好 所以281页这个地方 这些相关我们刚刚所解释的现象 你从文字去带那个图 图都很重要 所以这边已经是前面有关神经元运作的细节 相关的所有观念了 其他的延伸出来的问题 就明天再谈 画卷桃圈赶快交 好 只会你 好 水 抹处